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路上行车速度比较快 并且相比普通道路开车也较为省心 不用担心对象来车 但是由于一般走高速的都属于长途行车 所以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驾车疲劳 如果把高速设计成直直的 那么司机开车时几乎是不用做任何动作 时间长了就会注意力不集中 导致事故发生 其次就是因为我国的地形受限 即便是你想把公路修成值的 那也不现实 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山地 丘陵 高原就占了75% 地形崎岖不平 只有在中东部地区有部分的平原地形 小路总不能御山开山 御河架桥吧 这也是要考虑经济成本的 还有就是绕开那些山头或是河流 也是为了尽量保持环境的原生态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因为太过笔直 所以事故发生率就比较高 并且在高速上发生车祸 往往都是连缓状 这是因为美国国土面积广且土地平整 在修路时没有必要故意修成弯道 虽然这样节约了修路成本 但也造成了较高的事故发生概率 幸亏美国是地广人稀 要不然我想他们的事故发生率会超出其他国家很多倍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注井、订阅、订阅、石装肯胃